对这个所谓的民族感情问题啊 其实 恐怕一个主要问题 就是美帝国主义还是比较自信的 你还比较很难伤害 他的所谓的民族感情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想到一个比较相关的 类似的 你比如说烧信条旗 那么是不是伤害了美国人的感情了 这在美国其实争议很大 早期啊百多年前 好多 其实在这个美国的南北战争过后 当时呢 就你不许烧这个美国的国旗 你要因为当时你看 人们去这个抗议 不管是南方抗议北方 还是北方这个谴责南方 把对方的旗给烧了 是一种最直接的一种抗议 那么早期呢 在美国呢 就有好多州通过了法律 你不许 你比如说南方的 或者支持南方的人 不能在公开场合 把美国的国旗给烧了 这属于犯法的 那么这都是州里边的法律 所以各个州都不一样 有的州呢 就不允许烧 有的州呢 无所谓 这里边争论了好多 然后在这个 我看看这里边 有好多历史上的这个 这种情况 你看1862年 有一个正在内战期间 这个在美国的南方 他们就烧这个美国北方的这个国旗 这个就属于犯法的行为了 那么1907年 这我看这个网上有人讲啊 1907年 Nebraska 就是有两个人 他也是抗议 就把这个美国国旗烧了 他说这个美国国旗只不过是一个布 和很多这个血腥的历史 那么当地就被他罚了 然后呢 关了好多年监狱 在二战期间 你要对待美国的国旗 有好多州呢 也是不允许你烧国旗的 但是最 我记得最严重的 还是在美国情乐战争期间 美国情乐战争期间呢 就有大量的青年人 抗议这个美国的情乐战争 所以他们就抗议的一种 最典型的方法 就是在集会里边 然后就把美国国旗烧了 而青年人呢 还有好多各种 污蔑美国国旗的行为 比如说把国旗呢 缝在屁股上 各种做法 就是他对美国政府的 侵略行为 他特别愤怒 他要表示自己的抗议呢 就是通过这个 污蔑 污辱 或者是毁坏 这个美国国旗 拿这个作为他自己的 行为艺术吧 到越战 比较高峰的时候 美国好多州都通过了法律 不允许这个 毁坏美国国旗 然后呢 我看看这是 68年 68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一个 决议 就是说你不能 毁坏美国国旗 因为那个68年也是美国 老百姓 抗议侵略战争 最高峰的一段时间吧 60年代末 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在纽约 在那个中心广场 人们抗议 美国的侵略战争 直接把美国国旗给毁了 所以呢 72年好像 又搞了什么 不管怎么着吧 反正当时啊 在60年代 70年代 那个在越南战场时期呢 那个美国帝国主义呢 特别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呢 他就通过法律 禁止人们 通过行为艺术 去表示 对美帝国主义的 对外侵略扩张的 这种行为的反抗 任何表示都不行 那么到了80年代 哎 有意思啊 84年 啊 那么 有一个官司 打到最高法院去了 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 人有言论自由 所以好多人呢 就是说 我烧国旗 是我的言论自由的表现 我要有言论自由 那么我通过这个 表达我的 看法 哎 80年代呢 这个越南战场 已经过去了 啊 而且那时候呢 你想想 冷战呢 高峰 但是呢 美国的自信 还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苏联 解体以后 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了 那么他呢 就比较自信 那么反映在 法官上呢 就是认为 烧国旗 虽然不喜欢 但是作为 这个言论自由 还是要保护的 啊 结果呢 在 好像是 84年 最高法院通过了 一个 就是 驳斥了 这个过去 国会通过的 保护 国旗的法案 啊 就认为 烧国旗 属于言论自由 保护的 这一部分 所以到 到今天 也是 美国的 这个好像没有一个 州里边 可能还有 但是 联邦 没有一个 保护美国国旗 不被 侮辱的 这么一个 法律 啊 所以川普呢 最近呢 就抱怨 啊 他就说 这个国旗 必须要保护 啊 他说那些 毁国旗的 应该是 受法律制裁 啊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说 作为美国 作为一个帝国主义 啊 他越自信 他越容忍 这些 行为艺术 啊 那么越不自信 他越 啊 要通过法律 去限制 人们的反抗 啊 哪怕是行为艺术 啊 这里边 很有意思 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 啊 呃 在 呃 呃 对比美国 中国 呃 各个时期的生活 我有个感受呢 就是 呃 一个制度啊 越自信 他越容忍 不同的言论 啊 越不自信 他越不容忍 啊 不同的言论 不同的 不和谐的声音 对吧 啊 所以 呃 西方老说 你这儿没 呃 没民主啊 没自由什么东西 我是反过来说 你们那儿 你说什么不管用 啊 没人在乎 你弄了行为艺术 没人理你 他非常 在美国 他是非常自信的 啊 但是呢 川普那个 呃 呃 就是感叹 他说我们应该有法律 制裁这些人 呃 对国旗的侮辱 呃 呃 表现的就是川普这类人 川普说实在话 他就是法西斯 他跟希特勒 差不多 只不过他的时代 不太一样 呃 因为美国现在 作为一个呃 世界霸主 还不需要呃 像希特勒那种的 法西斯的行为 来维护他自己的统治 啊 所以呢 呃 但是 川普呢 他那种 就是要 所以捍卫 美国国旗的 尊严的 啊 表示出 这些人呢 对制度 还是不自信的 这是 我 对 就说 呃 关于 烧美国新条旗 是否伤害了 美国人民的感情 啊 这里边 你要分清是 是帝国主义者的感情 还是被压迫民族的感情 啊 你要分清你是哪个阶级的 所以 这里边呢 不能笼统的 说美国人的感情啊 美国人 分啊 帝国主义者 分打工人啊 分老百姓 他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啊 那么 美国人民呢 长期的传统 还是要争取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捍卫自己反抗美帝国主义啊 呃 各种侵略行为的啊 权利 所以他们有一句名言啊 啊 那 in my name 啊 不要以我的名义 去到处侵略扩张 所以呢 美国的新条旗在全世界意味着 它是帝国主义的 它是血腥的 它无装到牙齿的啊 它是最残酷 最野蛮的啊 这么一个象征啊 那么呃 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美国本国的人民 他就认为 我就是要通过啊 哪怕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就是烧毁美国国旗 来表达我的反抗 这是我起码应该做到的 所以 没有一个笼统的 所以美国人的感情 人是分阶级的 说到底 好吧 关于这个 呃 这个问题呢 咱们先说到这 是啊 啊 哈 是啊 啊 什么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